好了 那么这个案例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3DS Max Particle Flow Tools Box 1系统里面 比较重要的一个lock and bound控制器的灵活应用 在Max 2010版中 原来的Particle Flow Tools Box 1 已经被合并进了Particle Flow律师系统 那么它里面提供了很多重要的控制器 比如说Shape Plus 就是说外形的增加 包括Mapping Object 粒子贴图 以及当前我们研究的lock and bound 这个锁定物体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案例要实现的最终结果 一个小人呢 手里拿着剑过来摸这个宝物 结果呢 引来了更多的剑来扎它 大家看 扎完之后 扎的位置还有血 那还有扎到鼻子上 这个比较惨啊 这个 呃 查根葱装像的 大家看 哎 你看 哎 特别像装像的感觉 好了 那么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动画的实现流程 首先我们先让粒子从这一侧发射 发出来之后呢 使用一个全导向器 拾取这个人 拾取这个人 作为导向物体 然后粒子只要碰到这个导向物体 它就使用lock and bound锁定在表面 同时呢 我们可以让它使用产卵工具 来进行这个 就是繁殖工具 来进行 呃 血的这个效果的 制作 好 我们现在先来 对这个效果进行一下讲解 首先我们打开 配料光盘 提供的处置场景文件 在这个场景文件里面呢 有一个人 走过来摸宝物 然后呢 就有一个被剑射到的效果 或者被枪打到 亮亮枪枪 一会儿后一会儿前 那我们现在需要让粒子 从这一侧射过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粒子视图 按下六键 打开粒子视图 这里面我们保留了一个 发射器的图示位置 也就是一个run的 渲染的这么一个节点 为什么要保留这个节点 保留这个节点的含义呢 就是大家请看 我们将Polygo View最小化 40度显示 在这个位置 Polygo Flow粒子系统的 发射位置 包括发射器的尺寸 角度 我们已经设置好了 就不用再调节了 这样的话 比较方便我们后面的 快速制作 那么场景中除了有 这个角色 宝物 Polygo Flow粒子发射器以外 还有一组件 这组件就是粒子的外形 我们现在把这个组打开 选择每根键 进入层次面板 停一场轴 大家注意看 轴心点各不相同 这样的话 键射到人的身体上之后 扎入的这个长度也不相同 好 我们将组先关闭 下面我们来设置 Polygo Flow粒子系统 按下6打开粒子视图 首先我们先来定义 键出射的时间段和数量 拖着一个BURTH 出声控制器出来 两者连接 BURTH出声 让他50帧发射 150帧结束 因为50帧的时候 这个人被键射到 开始亮亮腔腔 150帧的时候 这个人呢 就开始 基本上快倒地了 所以这里我们只给50到150 数量我们给40个就够了 40个键 打开PF Source 01 设置室口里的倍增为100 室口的积分不长为半帧 这样比较准确一些 OK 设置好了出声的数量和时间段之外 之后我们发现没有键射出来 原因是我没有告诉键从哪出声 所以我们在底部的仓库区 转一个Position Icon进来 定义粒子从图标上发射 放在BURTH下方 点击它 好 播放动画 看看粒子有没有 大家看粒子已经出生在发射器上面了 但是它没有动 没动的话 我们需要让它动起来 我们给它一个speed速度 图标箭头就是这个方向 所以速度是沿着图标箭头 也就是这个方向 它过去拖在speed 进到Position Icon 粒子出生图标下方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速度如何 感觉键射的稍微有些慢 我们将speed值 调到3000 变化值 我们给个500 因为每根键呢 它不可能射出来的劲儿是一样大的 OK 大家看 这键就出来了 有快有慢 我们来指定外形 Shape Instance 失去场景中的键组 勾选group members 主成员 将显示 由十字星 改为几何体 播放的话 键已经从发射器图标上射出来了 但是方向不对 打开particle view 底部拖拽一个rotation进来 放在ship instance下方 将orientation matrix 也就是它这个 方向的矩阵 改为water space 同时调整 轴向 我们将y轴设为-90度 这样 键的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播放动画看一下 键在发射之后应该受重力 这里我们就可以忽略谈了 因为它离着这个人呢 比较近一点 所以我们就不考虑 而且键速度比较快 这样第一个 射键的效果就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视图 OK 好 然后 我们需要键射到人身体的时候 跟着人身体运动 按下F3键 透视图 空间扭曲 下拉类表 导向器 全导向器 按照鼠标创建 这个有点像这个天线宝宝 脑袋上的天线 那个小波 进入修改面板 拾取哪一个角色作为导向器 我们拾取它的身体 当然身体出来了 如果想让它射到脑袋上的效果的话 我可以给把脑袋也加进来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 再建一个 全导向器 记住修改面板 我们给它起个名字 叫做头部 导向器 OK 那么在这里拾取 点击它头部 注意 如果发现不好点的情况 我们先点一下 看一看 它叫做 MeshCAD OK 好 这样的话 两个导向器就建好了 我们需要让粒子碰到导向器 也就是碰到这个人的身体 和头部的时候呢 建 跟随身体运动 所以我们现在呢 按下6 打开粒子试图 打开粒子试图之后 我们需要 做一个条件 碰撞条件 Pellation 当粒子碰到了这两个 作为导向板的物体的话 就产生 下面的这个世界里的动作 我们将这两个 全部选择 Ctrl键加选 选择 然后 我们需要呢 让它 扎到上面 跟着走 所以我们选择 Lock and Bound 两个连接 只要碰到身体和头的 就跟着走 那么Lock and Bound里面 跟谁走 我们这里先选一个吧 只选个身体吧 给大家讲的快一点 回目 只选身体 点一下身体 再弹出的 选择要将粒子 附加到对象中 选择身体 锁定到曲面 并且这曲面 已经适測到动画了 所以这两项 必须要勾选 OK 播放动画 看一看有没有效果 大家看 已经有粒子 粘到它身上了 R6 将显示 改为几何体 这样就能看到 键的形状了 大家看 已经有键 粘到它身上 为了大家看得清楚 我们将键的颜色 调整一下 给一个白色 大概红色键 射过去 扎到人身上的 就跟着它走 变成了白色的键 材质是不能在这个 流程之间 来回传递的 除了Patico Flow To Box 2以外 那么这个怎么办 我们可以这样 它不能传递材质 我们把上面这个材质 复制一个 粘下来 OK 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F3键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扎到人身上的键 就有了材质 如果你不用这项的话 材质就没有了 大家看 变成灰色的 实际上很重要 好 现在扎到人身上 没问题 但是我需要让它 扎到人身上的地方 再出血 那这个怎么办 我们可以这样 大家请仔细看 我们给它加一个产卵 或者叫繁殖 那么 把这个产卵 鼠标放在它小方块上 拽到这一层来 开辟一片新天地 好 好了 产卵的设置是这样的 产一个卵 不杀出负物 那么大家想想 每一根键扎到人身上 马上又产了一个卵 原始的这个还存在 所以我们现在需要将 产卵这个分离出去 怎么分离呢 注意 我们拽一个split amount 将它也拽到这一侧来 OK 50% 总共有两个 大家看 这里是产一个卵 原来的不杀掉 有两个 两个呢 吸收50%的过来 形成喷溅的血液 所以我们在这里 创建一个speed 让它控制 血液溅出来的方向 扬转连接 这个直管 产卵和繁殖用 对别的没有用 OK 将显示改为几何体 OK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speed 选择 随机3D 播放动画 OK 就是这样一个效果 但是这个血呢 我们没有看到它 因为大家想想 在这个Polygo View里面 它分离过来 第一件事应该就是产卵 产出足够作为 喷溅的血液的卵出来 所以我们在这里 再做一个产卵 或者叫繁殖 我让它 这一支键 崩出 30根左右 30个血液 血液的变化 大约为 30% OK 然后 再来看 将底部的Geometry 改为Line 先 给你将颜色 改为红色 喷出来再写 OK 再来看效果 好 播放 大家注意看 大概这血就崩出来了 但这个血崩的有点怪异 首先 它应该受中力下落 第二 它不可能飞那么长时间 第三 它没外形 如果现在我们渲染的话 我们渲染崩出来的是很多键 我们来看一下 是不是 注意 渲染设置面板 单针 锁定 500 保存位置取消 先渲染 我们最后要用天光来选 现在我们先用 这个 默认的灯光来选 大家注意 渲染完了之后是一片黑的 那么点击渲染 环境 在这里我们将物效果先删除 再来进行渲染 大家看现在全是键 为什么全是键呢 那是因为在这里 我们说过物体的粒子的这个外形 它能够传起来 但是材质传不下来 我们说到这里 传下来的时候已经没有这个材质 这里有 这里早就没有外形了 那怎么办呢 我们现在需要定一个外形 由于是喷溅出来的血 要求并不是很高 所以我们点击Shape Shape加进来之后 我们需要设置Shape的外形 我们让它是四面体 同时将Shape的大小 播放值给到100 变化值给到100 让它有大有小 同时将它整体的大小值 调到3或者4左右 让它小一点 我们将显示改为几何体 大家看这样血就出来了 如果觉得血喷得太快了的话 我们可以继续设置 将Shape的速度值调到150 变化值给到50 OK 基本上就这样了 我们来看一看 大家看 这样绷上来这个血块 就有大有小了 当然我们还需要 产生一些其他的效果 比如说我们先将运动模糊 假设 二线六打开粒子试图 这里面大家要明确 第一个是射出来的键 它肯定有运动模糊 第二个是跟着人运动的键 这个运动模糊可以有 但不是很强 第三个就是 崩出来的血 在这里我们可以这样设置 点击第一个事件的名称 右键属性 勾选按图像方式运动模糊 倍增给到1.5 键的运动模糊设置好了 谢谢大家